塞翁施马 出处 淮南紫 人问逊 示意 比喻得失无常 祸福相倚 历史典故 战国时期有位老汉住在与胡人相邻的边塞地区 他们一家人以养马为生 来来往往的过客都尊称他为塞翁 塞翁生性达官 为人处事的方法与众不同 有一天 塞翁家的马群中 有一匹马不知什么原因迷了路回不来了 邻居们得知这一消息以后纷纷跑来安慰他 塞翁却不以为意 反而释怀地劝慰大伙 各位有心了 丢了一匹马不是什么大的损失 但谁知道它会不会带来好的结果呢 邻居们听了个个疑惑不解 没过几天塞翁家的那匹迷途老马从塞外跑了回来 并且还带回了一匹胡人骑的骏马 邻居们听说了又一起来向塞翁贺喜 并夸他有远见 这时的塞翁却满脸愁容 他忧心忡忡地对众人说 唉 白白得到了一匹马 谁知道会不会给我带来什么灾祸呢 塞翁的话又让大家百思不得其解 看到这匹胡人骑的骏马 塞翁的独子喜不自禁 天天骑马兜风 有一天他因一时疏忽 竟从飞驰的马上掉了下来 命虽然保住了 但摔伤了一条腿 善良的邻居们闻讯后前来慰问 塞翁还是那句老话 谁知道他会不会带来好的结果呢 又过了一年 胡人大举入侵中原 身强力壮的青年都被争取当了兵 结果十有八九都在战场上送了命 而塞翁的独子因为是个脖子 免服兵役 所以也得以保全了自己的性命 成长心语 老子说 祸兮福之所以 福兮祸之所福 祸往往与福同在 福中往往前伏着祸 得到了不一定就是好事 失去了也不见得是坏事 正确地看待个人的得失 才能真正有所收获 人不应该为表面得到的而沾沾自喜 认识任何事物应该认识其根本 得也应得到真的东西 不要为虚假的东西所迷惑 失去固然可惜 但也要看失去的是什么 如果是自身的缺点问题 这样的失去又有什么值得惋惜的呢 将得失看淡一点 人生会更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